广东的天气真是好啊 这是我经历的最近几年来可能广东最冷的这几天 但是就昨天冷了一下 今天马上又艳阳高照 温度又恢复到十几度了 就晒着暖洋洋的太阳 今天想做一个视频 就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起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件 就是一群中国所谓中国游客 在伦敦的中央车站 跟一位在那里现场表演的英国音乐家发生了冲突 这位音乐家实际上也是一个网红 他实际上是在做直播 他就是一边弹钢琴一边跟游客互动 然后同时在做直播 但是他这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 突然他的身边出现了一大群中国人 我们一看都是中国人 这个音乐家以为是日本人 因为他们都拿着小红旗 然后围着红围巾 有的女士还穿着一身的大红装 一看就是一个在做节目的 一个中国的一个电视台 但是他们离那个音乐家靠得非常的近 所以让那个音乐家也不时的在回头观望 双方都在观望 双方都在打量 到底怎么回事 实际上后来我终于搞明白了 实际上这一群中国电视台在拍制节目 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想用那个公共的钢琴 但是这个音乐家已经在占用了 所以他们相当于在排队等候 但是这种排队就是中国式的排队 典型的中国式的排队 就是他排队会给你一种压迫感 就是贴得很近 也就是说在催促里 你赶快让开 我在那里等到不耐烦了 赶快走人 让我来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正是这种压迫感 就让那个音乐家就主动站起来 以为是一群日本游客 就说大家来一起共舞 当然被那个严肃的中国女士拒绝了 后来那个音乐家还自我解嘲的说 还是英国女士更有趣一些 然后又回头来弹钢琴 就走出来一位女士 就向她交涉 交涉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她先问那个音乐家 你是不是把我们的image 被你的camera拍到了 那个音乐家说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这位女士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跟电视台在做节目 并且是签了协议的 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形象 是不能在其他场合出现的 所以就希望这个音乐家 停止这种拍摄 本来是一种请求 但是这个音乐家 因为他同时是一个网红 他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 流量来了 然后他就故意把这个问题 就往政治方面引 就是国家方面引 他就问 他说这个是在中国不允许吗 就是not allowed 就是说not allowed 就是相当于就设了一个坑 让这个中国女士往里面装 然后他马上那个音乐家就说 我会get problem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就直接扯上了中国政府 确实有点不厚道 然后旁边他的一位朋友也过来说 please prison me 要抓的抓我吧 就说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也看得出来 这个英国网红 他的用意 就是尽量的把这个事情 往这方面靠 这个确实在海外也是流量密码 当然这样的谈话 显然就进入了僵局 这个时候 一位中国的男士就站了出来 声音洪亮 中气十足 basically 就是他的口头战 在后来的对话中 经常出现 就是他介入了这场谈话 实际上最后就 把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但是刚开始 这位男士还是 虽然那个语气 就是说有点咄咄逼人 但是说话的内容 还是比较客气的 就是说也用了很多 I love your music 就是说 sensitive 很敏感 然后secure 安全原因 我们不能入境 也表示了感谢 very very sorry appreciate 就相当于跟他协商 私下 让他停止拍摄 但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震结 就在于 这群中国人知道 他在拍摄 但是不知道 他是在做直播 他是在做 live stream 是在做直播 实际上那些画面 是同步 已经是发送出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 死胡同 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这些内容 已经都发送出去了 实际上不可收回 最后 反复交涉无果以后 这个中国男士 就有点不耐烦 就是声音越来越高 就说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repeatedly 告诉你 不要拍摄了 你再拍摄的话 他说 this is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我最后一直告诉你 就是我们 你在拍摄 我们就要采取 legal action 就要采取法律行动 那个英国音乐家 他的论点就是说 大家都在拍 因为他在弹钢琴的时候 周围的游客都在拍 显然也拍到 这群中国人 大家都在拍 为什么你要来干涉我 第二条的话 这是在公共领域 这是在公共领域 我是可以拍摄的 他知道这是一群中国人 他就拼命地 把这个话题 往中国引 这是在海外的流量密码 他就问年轻小伙 你来自于中国吗 但是年轻小伙 比较警觉 就说 this is not a question 这不是问题所在 所以说英国人 就抓住这一点 就说 你到了英国 就要遵守英国这边的规定 他就用了一句话 就是说你到了罗马 你就要按罗马人的方式来行使 又有位中国女士 介入了争论 就是穿着一身 大红装的一个中国女士 他首先表明身份 他也是英国人 但实际上 他的口音比较重 没有那个小伙 这个英语 这么标准 然后他的意思说 他说这是公共场合 那那个公共的那个钢琴 我们也能使用 显然就暴露了这群人 真实的目的 他们等在那里 等得不太烦 想用这个钢琴 没想到那个音乐家 用那个钢琴 一直用了那么久 没有要走的意思 所以就有点 故意找岔的意思 但是这个音乐家 一听就说 你既然是英国人 你为什么手里面 拿着那个小红旗 然后用手来戳了一下 这个小红旗 没想到这一下 成了一个矛盾的爆发点 旁边马上传出一声咆哮声 就是那个中国小伙 在那里 Don't touch her 音量非常的高 就是路人 所有的路人 纷纷侧目的那种感觉 这个年轻小伙 情绪已经失控了 马上就指责他 另一时就说 就说信 信骚扰 就说 就说 你没有得到允许 你居然去碰到我的朋友 并且还提到的 那个年龄之间的差距 You are not in the same age 也就是说 你年龄那么大了 你居然对一个小姑娘 还动手动脚 你那个老流氓 实际上从这里 看出来 它就是典型的 就确实有点 碰瓷的嫌疑了 但是他忘了 或者是他不知道 这是在直播 那一举一动 全世界的观众实际上都看着 虽然那个镜头没有拍到 那个音乐家的手 但是那个动作明显很看得出来 他确实拿手指是在碰 那个女士手里面那面小红旗 并且当时这个氛围 哪有闲情意志去调戏小姑娘 所以说明显看得出来是在碰瓷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的话 我看 那个音乐家的那个视频直播 有五百多万次观看 下面的评论几万条 都是在骂那一群中文的 可能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明显就是在碰瓷 因为这个英文确实 他也有自己的问题 他就是不断地把这个事情 往国家上面弄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country 怎么样 就让那个中国人特别愤怒 就说你这种就是种族主义 但是毕竟 毕竟他说的是国家 种族主义显然是针对中国人的 自始至终 这个英国人他没有对中国人 说任何的那种话 所以说这样的话 确实也有点勉强 指着他种族主义也很勉强 但是这正是这个英国人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这也是他知道的 可能盼望已久的流量密码 所以整个闹剧 最后以那个两个英国警察的到来 就收场了 就双方都在向那个英国警察诉苦 当然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英国警察最开始也想帮这群中国人 就是让那个音乐家停止拍摄 但是音乐家距离力争最后也是没有办法 整个事情不了了之 最后真正的 削到最后的显然就是那个 英国钢琴师网红 他这个视频我看了一下 现在的播放已经达到了五百五十 五百五十万次 非常高的播放量 这正是他要达到的效果 所以整个事件看来的话 就是这一群中国小粉红 真的是一步步的掉入了 那个英国老狐狸的一个陷阱 最终让那个英国网红 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流量 并且这个流量 还是来自于中国密码 这就是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逗大家一路了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